警方揭發有詐騙集團開設工程公司 請假員工握勞工處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被騙取的公帑達到14萬7千元 其中一名被捕的女兒犯 星期四晚被押回紅磡的御所守屋 達留了約10分鐘再被押回警署扣查 而整個行動中 警方一共拘捕了25名男女 年齡介乎17至61歲 包括案中兩名主佬 是一對有黑幫背景的父子 其餘23人是申請人 同時檢獲銀行傳接 文件和印章、提款卡 一部電腦和一部打印機等等 警方今年4月接獲線報 經調查後 發現主路在火炭開設工程公司 製作虛假工作證明 招覽其他黑幫成員或其家屬後 教授他們向勞工處說謊 俄稱受聘於那間公司 做維修技工、文員等等 以申請每個月600元的傳額交通津貼 全年積是7200元 一旦申請成功 他們會將騙回來的款項和主腦攤分 抽水金額計乎2000至4000元 警方發現這個詐騙集團 4月與前年5月至今年5月 一共42宗欺詐交追案有關 申請金額高達26萬 當中23宗申請已成功獲批 勞工處共發放14萬7千元 警方有關計劃自2011年實施以來 走道破獲騙取交追的詐騙集團 現在仍然有至少10名涉案人士再逃 不排除稍後有更多人被捕 我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